据美国国家意义网站在9月24日发布的消息宣称,美国罗马公司正在研发新一代的先进战机,这款战机是在GJF-271的基础上研发而来。 罗马公司将其命名为F-272,并且将其的速度提升为一倍,达到了6马赫以上。 按照美军的计划,这款战机可以以6.5马赫的速度在高空巡航,且和之前只用于执行侦察任务的SR-271完全不同。 这款SR-272实际上是拥有一定打击能力的战机,必要情况下可以刮载炸弹执行任务。 这也是美军SR-272战机的研发目的之一,这款高超音速侦察机的研发目的就是为了对付东风大国和俄罗斯的防空网络。 毕竟两国目前都已经研发出那先进的法也是雷达,并且拥有击落也行轰架机的能力。 拦截3马赫的SR-271难度虽然不算大,但想要击落速度6马赫的SR-272难度就不算小了。 毕竟这种战机的飞行高度必然在300米以上,6马赫即意味着每秒2000米的速度,目前性能最先进的防空导弹速度,虽然可以达到6马赫以上,但气高度和速度让拦截窗口往往不到一分钟。 拦截难度甚至超过了中段反导,毕竟反导实际上主要是在大气层以外之行任务,因为没有空气的原因,中段反导拦截弹的速度, 往往会超过10马赫,甚至达到15马赫以上,而大气层内最多,也只能达到6马赫左右的速度。 即使是大气层内发射的高超因此打击武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在高度80千米以上的近太空执行作战任务,因此想在大气层内拦截这款战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使可以拦截,也需要针对性地研发出一款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战机,甚至需要使用第五代战机拦截,在执行侦察和打击能力的时候,速度就是最大的王牌, 也甚至超过隐形,隐身战机只是针对一两个雷达波段,只需要多种雷达缘和拦截,就能轻松对付隐身战机。 但想要对付高超音速飞行器,即使能够探测,也几乎无法拦截,但研发这种武器的难度无疑也是极大的。 毕竟研发高超音速飞行器一般需要先进的变循环发动机,之前美军研发的J58型虽然先进但也有不少问题,甚至必须要非常复杂的维护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美军最终将这款战机全部退役的原因。 而研发新一代的S272,实际上就只能选择新一代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旋转爆战发动机了。 J58这种变循环发动机,最多只能达到3.5马克到4马克的速度,不能满足6马克的需求。 超燃冲压发动机,实际上也是美军一直在研发的设备,只是就技术而言,想装备一款上百吨的战机。 难度不要与研发新一代第六代战机,美军实际上在冷战时期,就提出了这种计划,但最终因为研发难度过高放弃, 现在美军又研写了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是因为美军对以身战机失去了信心,重新转到了高速方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